就在刚刚 美女花25000美元买下无人认领的货柜 竟开出一辆古董老爷车 在加州港口有许多被扣押的货柜 一旦超过期限无人认领 就会被拿来公开拍卖 柜里的物品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值得注意的是 防水部下似乎藏了一辆车 马修对着可乐瓶陷入沉思 他听闻会有人花高价收集可乐瓶 而车轮也符合老爷车的规格 他推测盖部下肯定是古董跑车 安娜的老爸就是赛车手 从车型来看 很像是T型跑车 市场价在3万美元 这个箱子会花落水手吗 安娜一开口就是5000 杰森觉得他疯了 就算以胆大著称的污资 今天都得臂气锋芒 没想到马修更狠 直接将价格抬到15000美刀 杰森似乎明白了什么 小黑却还在往坑里跳 安娜今天志在必得 马修也变坏了 抬完价就跑 最终货柜被安娜25000美刀成功拿下 不知他是真想要这个箱子 还是玩拖了 木箱里装满了鱼缸 可以卖500美元 这些都是主题可乐瓶 卖个1000美元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 几乎再也没有值钱的宝贝 都是些过时的机器 今天最大的悬念 就是盖部下面的车 究竟是什么型号 忐忑地扯开盖部 还真是一辆老爷车 瞧瞧这骚气的颜色 和安娜还挺配 可下一秒 安娜傻眼了 这其实是个冰淇淋摆摊车 可以卖5000美元 以安娜的身材和颜值 出去摆摊生意肯定很好 下面竞拍的都是些废弃仓库 又会给寻宝人带来什么惊喜 就在刚刚 眼花的老白发现 仓库里有个奢侈品牌床垫 搞不好和某名心事同款 于是在竞价环节 力压群雄 以900美刀的价格成功拿下 迫不及待开始验货 全新的品牌床垫 紧估价40美元 袋子里似乎有古诗南花的味道 把老白呛到不行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了柜子 然而下一秒就找到了惊喜 在一堆垃圾下面 竟找到纯铁铸造的狗狗 并且还不止一条 老白平常很爱看中国的古装剧 他突然想起张卫健主演的一部剧 原本一只普通的铁猫 实际是一只金猫 这几条铁狗肯定也不简单 他来到当地一家点当好 看到狗的瞬间 老板双眼开始放光 直言这些都是很古老的门档 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至于狗狗能卖多少钱 关键要看他们是不是原版 经过鉴别 可以确认是原版无疑 这条黑白相见的狗 可以卖400美元 喜欢小黑狗的人更多 价格会贵100 小白狗也是500美元 除去成本 老白小赚500美元 话说这几条狗真的这么简单吗 下一场拍卖再急 他也来不及多想 这个仓库看起来就很逊色 其他人都避之不及 可布兰妮却来劲了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装了啥 最终花650美刀的高价拿下 这个仓库能开出好宝贝吗 这是我见过最有悬念感的仓库 纸箱里的物品可能价值不菲 也有概率一文不值 但大夫不顾风险 花了3400美刀拿下这个仓库 他今天还能支冷起来吗 一个创意小百件 原价20 大夫的二手店打五折 箱子里的工艺品很多 并且还有价格标签 莫非这是某古董店的仓库 大夫意识到自己找到宝藏了 把一项只会捡垃圾的老白 看得直流口水 相框可以卖30美元一个 这马的造型看起来挺逼真 可以卖100美元 仓库里总共有100个箱子 大夫靠他轻松入账1万美元 于是打算乘胜追击 又花1700美元拿下了另一件仓库 红木做的镜子价值100美元 尽管地毯有点老旧 但是卖个200美元不是问题 这个梳妆台就厉害了 周身采用桃木打造而成 怎么也能卖个上千 剩下的都是些奇怪装备 大夫的老爸是养蜂的好手 一眼就认出这些都是和蜜蜂相关的宝贝 他来到当地的养蜂场 经过鉴别 这个不锈钢筒实际是蜂蜜提取器 只需要将蜂巢放进桶里 转动手柄 蜂蜜便会被离心出来 而衣服则是防护服 避免被蜜蜂折 大夫只关心装备能卖多少 老板只愿意出800美元收 说自己养蜂并不赚钱 大夫笑笑不说话 把装备留下就走了 你肯定不敢相信 小伙仅花5美元便可买下一件仓库 可下一秒 他就发现了宝贝 一大箱青铜工艺品 宝贝的造型非常奇特 并且数量还不少 但光从外观来看 小夫无法判定宝贝的来源和作用 看来得找个专家问问 沙发可以卖40美元 到这小夫已经回本了 如今最大的悬念 就剩这项艺术品 经过专家兰迪的鉴定 狮子造型的是抽屉拉环 而这只青铜手 其实是用来固定窗帘的 材质采用的是纯青铜 但表面镀了一层金 根据青铜手的标记 可以推断其生产于1857年8月 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小夫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价格了 老板说这些小玩意很常见 可以卖35美元 狮头拉环贵一点 长价30% 每只出300美元收 小夫觉得能赚1900美元 已经很满足了 非常高兴地达成了交易 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老板能赚多少 布兰尼夫妇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一盏精美的台灯 可以卖10美元 二手沙发价值250 冰箱也能卖个100美元 仓库能开出500美元物品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假毛这小子买这个仓库 花了1400 气得布兰尼想和他去民政局离婚 不过情况好像有了转机 袋子里有套非常厚重的服装 应该是某种防护服 今天还能否回本 希望全在他身上 夫妇俩找到一家训狗厂 老板表示这是套警犬训练服 从橙色来看 应该是全新未使用的 但这种款式的衣服早已过时 所以市场需求很小 只能卖700美元 而且卖出去很难 这时老板提了一个要求 如果假毛愿意穿上衣服和狗训练 自己可以买下这套衣服 但假毛比较索 命运亏钱也不肯 难怪布兰尼要变心